现在所有人提到中国,提到中共都知道他们是一个独裁 那整个世界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独裁的呢 可以说中共建政之前 他们就知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们就知道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在提这个问题呢 因为整个世界被他们干扰了 他们已经不仅仅在戕害本国人民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企业家 美国的政治家在提出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因为美国正在正视中国的现状 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就如同川普说的一样 当中国病毒袭击了我们之后 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开始进行了极大的转变 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回顾 谁帮助中共建立了独裁 他的起步我们都知道 有苏联的帮助 但如果说没有美国人的退让 中共不会这么快获得正确 可以明确地说 当一支拥有八年抗战经验的国军 已经被改成美式装备以后 美国人不再给你输送弹药了 国内战争刚刚结束 兵工厂没有能力制造 美式装备的弹药 这一切就已经有了决定 这个决定来自于 美苏之间在朝鲜半岛 画了一条三八千 对中国内部国共两党之争 不设立场 或者说 雅尔塔会议就已经决定了 中国的走向 斯大林要很多 美国人不想给 英国的强硬派丘吉尔下台了 法国的戴高乐 要提出自己的主张 只为一条不属于 美国人保护的欧洲道路 所有的这一切 帮助中国 成为共产党的基品 一传言七十年了 七十年来可能 大家都已经默认了 中共统治中国 它调动起全民的服从 或者叫卢信 让你认为是 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自己把经济玩砸了 到了76年 华国锋上台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 国库里面有赢的 他要把政治斗争放一放 阶级斗争放一放 搞一搞经济 学一学西方是怎么搞经济的 资本主义国家 是怎么盘活资本的 所以 76年 77年 派出了无数个 面向欧亚的考察团 学习西方的经验 78年 邓小平通过另一场政变 把华国锋赶下台 他到美国去访问 在访问的时候 为了表明 跟西方站在一起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打一打 他小朋友的屁股 越南 白一支 没有做好任何战斗准备的 中国军队 有一些甚至还在 屯田 把这些军队 调上了前线 不惜一切代价 表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跟旧世界 花清借钱 第二个 他通过与 李光耀的交往 向整个世界 传递了一条信息 他要学习一下 四小龙的管理方法 保持威权的同时 搞活经济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世界 向中国 伸出了自己的怀抱 在这一刻 大多数国家 都放下了成见 甚至忘记了 朝鲜等等 因为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帮助中国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当年 联合国军的成员 十七国联局 对吧 那么这些国家 帮助中国以后 其中有 两个值得大家记住的 就除了 西方人的热情 和各国政府 因为国与国之间利益 而做出的一些交换 包括 产业革命 制造业转移 南迁的问题 把这些放一放 你注意看一下 还有两个群体 起的作用非常大 第一个是华尔街 华尔街帮助中国 培训了现代银行业的 从业人员 可以说 如果没有现代银行业 与西方对接 中国的改革开放 将是不可设想的 钱进不来 利润也出不去 对不对 怎么办呢 更换记账方式 向西方靠拢 我们今天看到的 与国际接轨的 很多都是跟钱有关的 就源自于华尔街 那么第二个就是 大家一直在诟病的监控 监控 在中国的监控 离不开两个东西 大型的科技公司 给你的策划方案 世界鼎鼎大牌的 科技公司 给你的监控方面的设备 你首先要有一个框架 这会儿时刻来了 你要有源源不断的耗材 IBM 微软 细节音盘 是吧 英特尔芯片 所以帮助中国 建成一个威权社会 就前两年被热炒的这种 新威权主义 归根到底 有前苏联的帮助 有美国政府的帮助 有华尔街的帮助 还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帮助 不要看Facebook的老总 跑到国会去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深思历劫的在喊 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 独裁国家 他去年在干什么 前年在干什么 他是被中国的决策层 甩出去的 政治上没有获得信任的美国企业家 到中国去发财的这些商人 每个人都想 重复 前苏联期间 红色企业家 哈莫的故事 那曾经是一个石油大王 他在西方之间和独裁国家之间 搭起了一座桥梁 很不幸 我们今天看到的 成功的哈莫第二 没有 但是有一大群 在克隆他的方案的人 直到今天 有很多企业家 还没有离开中国 他们在恋恋不舍 这就是现实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